马来西亚选民星期天在全国大选中投票 分析人士说掌权将近56年的执政联盟有可能下台 目前由纳基布总理领导的执政联盟国民阵线 自1957年从英国独立以来还没有败选过一次 但是由反对派领袖安华领导的三党联盟 希望对执政联盟的广泛不满 将导致更多的选民将他们推上执政地位 最近多个民调显示选举结果将非常接近 选民还将选举出222个议会席位和12个州席位